蒸汽眼罩大家都戴了吧 就是这个东西 它怎么用呢 就是这样子 把它拿出来以后 我们可以 然后把它拆开 拆开了以后是这个样子的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 把它撕下来 就这样子 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戴到眼上了 这个就是蒸汽眼罩 不过我的这个蒸汽眼罩已经 坏了过期了 所以说今天我们来研究一下这个蒸汽眼罩的内部构造 这个眼罩一股药味 而且说 拆开眼罩之后过不多久 眼罩就会发热 我们就拆开里面看一下吧 估计里面应该是有 自动加热的东西 剪字剪开 剪开 剪开了以后就是这个样子的 估计这个是药包 然后我们再把背面也剪开 这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可以撕开的 我们可以把这个东西撕开 这一部分里面 有棕色的药粉 这个应该就是我们敷衍的 药 我闻了一下里面有一股很浓的中药的味道 然后剩下的一部分就是这个贴 我觉得这个东西 我个人觉得 个人觉得这个东西有点和 暖手贴类似吧 就是 贴上以后它可以自动加热 就是这个样子的一个东西 难道里面 有什么化学成本可以自动的加热 石灰粉一类的 我们剪开看一下 我的天 我的天 这个是什么东西 什么黑黑的 然后再来看一下这个 中草药 把中草药剪开来看一下 这里面全部都是药粉 很浓的 一股呛人的味道 和我之前推测的一样 这个东西肯定会自动发热的 就是我们把 它揭开以后 它遇到空气会自动发热 自动发热以后 就会带动这个药包 就会把药包加热 加热了以后我们就是贴到眼上 就会对眼睛起到一个视力缓解的作用 所谓的视力缓解 至于 它真的视力能不能视力缓解 咱也不知道 那现在拆完了大家看懂了没 有什么进去的话 欢迎在下方留言 我们下次再见